民洋大火撲滅後 空拍畫面 廠房全毀 甚至連救災的消防車 都被炸成廢鐵 可見爆炸威力之大 事後更發現 民洋廚房超過管制量 30倍過氧化物 誰該負起沒有監督的責任 經濟部跟屏東縣政府 互踢皮球 沒有互踢皮球的問題 也已經指示我們的林次長 今天就南下 或許也可以成立 這樣的共同的機查平台 屏東縣政府已經予以財閥 經濟部也已經讓所有的 其他相關的廠房 都已經勒令停工 來接受檢查 主管科學園區的經濟部強調 會跟地方密切合作 但是經濟部表示 只能管轄勞檢監管的安全 而地方政府則說 職權名樣是屬於一般工廠 只能檢查消防設備是否合格 對於明陽這次出放違規物品 是需要自己向消防局來申報 但若沒有申報 到底誰能來查 屏東縣府經濟部遭批要說不清楚 都負有一定法律的責任 而踢皮球只是讓大家 對於王美花部長 周春敏縣長感到失望 寒心以及瞧不起 那如果裡面有涉及到申報不實 是我們的經濟單位都可以依照法規跟規定來開法 大火燒出監督職權 除了釐清誰該負責外 更要趕快補起漏洞 避免悲劇一再上演 關於新聞 張懷軒 楊紫玉台北報導